方生世世 求众生 生命电视 也大肆大飞行 孤独众生 接下来请收看 海航马师 波罗奖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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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修行是因为你会感受到痛苦 所以你不希望别人痛苦 那这个叫修行 所以修行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对内不要让自己痛苦 因为你感受到痛苦 但是如何不要痛苦呢 并不是说不生病就不叫痛苦 修行是虽然你身体在生病 但是你不感觉到痛苦 那才叫修行 那很多人就说修行就是永远不要生病 释迦牟尼佛都会生病 释迦牟尼佛都会死亡 当然每个人的因果不一样 有些人生下来就生病 有些人一辈子在生病 有些人一辈子都很健康 当然这只是一个因缘果报 我们叫因果 因果你是要接受的 就是说你生下来就长得比较漂亮 你生下来就长得比较丑 这是我们的因果 那从这个因果里面去了解 道理这个叫修行 这样的意思吧 所以你为什么会头痛 因为你这个头脑太计较 就是这样而已 甚至你伤害到别人的头 甚至你一直让别人 因为你而很头痛 所以你自然就会头痛 所以当你身体有一点病苦的时候 或者运气有一点不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要了解佛法了 就像各位你去生病 你要去找医生 那医生会告诉你 你哪里出问题了 那修行呢 那我们了解 念一下万法为新造 释迦牟尼佛最大的重点 在告诉我们 这个世间 不是神在主宰 不是佛 不是上帝在主宰 是你的心态 引导的行为 创造了你的命运 快乐和痛苦 创造了轮回 所以每一个佛 后面这三尊 念一下西方三圣 西方三圣 请问阿弥陀佛 站在那边要干嘛呢 他就叫我们赶快 离开这个世界 赶快去极乐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 除非你是菩萨 菩萨没关系 菩萨叫你下地狱啊 叫你去做鬼啊 做畜生啊 都无所谓 那修行就是要让你 世间法要圆满 出世间法 两种你都会 不然不叫修行 所以你只会赚钱 不会生病 没有用 所以修行要我们 懂得面对一切 然后呢 懂得怎么去利用一切 修行不是说 我很有钱修行得好 那不是修行 修行是懂得使用金钱 对不对 不要做钱的奴隶 这样叫修行 像各位女生有感情 如果你年轻不懂佛法 就去谈恋爱 你这些坏命啊 你很坏命啊 因为你有感情 爱先生 爱儿女 爱孙子 然后爱的半死 但是你会觉得很痛苦 为什么 我这么好的爱情 感情 我会造成痛苦 因为你不懂得修行 修行是让你一个 有智慧的感情 不执着的感情 大慈大悲的感情 那你就没有痛苦 如果你不懂这个 你会爱得很痛苦 甚至跑去算命 为什么 为什么我命还不错 我欠我老公 然后就到处问这个事情 当然你会遭受一个不好的 感情的痛苦 那当然有因果关系啊 那这个因果 你已经没办法改变 你要接受了 但是如何从这个因果里面 去了解它的因 去改变自己的心态 欠人债 还要甘心还 那你甘心还 本来要还三十年 那可能还十年 那就OK了 搞不好今天就开悟了 就是这个意思嘛 这是心态决定一切 所以佛法所讲的修行 它是要你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那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要告诉我们 念一下 来 这个世界通通是痛苦 你要想清楚 这个世界哪有快乐 你现在站在外面晒太阳看看 这个世界很痛苦的 不是太冷就太热 一向要肚子饿 一向要肚子饿 这个世界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就不会痛苦 来慈悲的 如果你来这个世界是要来结婚 生小孩 赚钱买房子 最后殡仪馆 就是痛苦 从生痛苦 一直过程到老都痛苦 这个世界就是痛苦 所以我们来这个世界 只有一种东西 不让你痛苦 念一下 不执着 却充满慈悲 那你就不会痛苦 如果你去执着这个会变化 会冷 会热的世界 会变的感情 会生老病死的身体 那你一定很痛苦 你去执着一份心 我爱你 你也要爱我 我对你好 你也要对我好 我希望别人尊重我 那你一定很痛苦 因为你不可能叫整个世界 来满足你的心 所以这个世界是要让你看清楚 看清楚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 念一下 变化无常 无法主宰 苦空无常 无我 这个世界就是告诉你这个 万法皆空 虚幻的 假的 那这一点各位要了解 所以阿弥陀佛要我们有一个心态 念一下 艳离心 就是要放下 放下 你不放下又能怎么样 放下不是放弃耶 我尽量爱他 但是我不执着他 我尽量去工作 你不加薪水 随缘 我尽量吃饭睡觉 那你要生病 那这是我的因果 最主要是我的心态 能够超越这个身体 这个佛教叫空性 空不是没有 空 就是说 你不把这个我 比如说各位 你把你的这个我这个心态 再生再灭 你不可能去改变他 他有他的因缘 什么时候开花 什么时候灭掉 他有他的因缘 不一样的 文物时间 不一样 但是如果 你这个心态一直抓住他 不准变 就像你跟你老公说 你不准变 不可能 不可能 就像你跟你老婆说 因为都别老 别适适念 不可能 那这个心态叫空 空就是不要有一个主宰的观念 主法无我 我就是永恒不变 我要主宰 那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 当然 解脱不用等未来 如果各位 随时能够保持一个 一个 看清楚 真相的心态 而了解他的变化无常 接受他 你就平静了 叫 念一下 因无所住 读金刚经 读般若心经 他就要一直跟你讲空 空 不执着 一切都是虚幻的 念一下 凡所有相 皆是虚幻 是假的 不要执着他 但是各位 如果今天你来参加法会是为了 我要健康 我儿子生病 我老公怎么样 你拜了老半天 哪一天你会骂佛教 都没效 没效 没效 我交那么多钱 那这样可能你不了解佛教了 如果说 如果这个世间能够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改变 那我们就不用出家了 那出家干嘛 放下 我没办法跟我太太沟通 我没办法跟我太太沟通 放下 回向给她 就像我结婚了 我生一个小孩 她在六岁半的时候我出家 我的意见跟我太太的意见都不一样 我主张爱的教育 我太太主张骂的教育 那查一下贼 所以那你就会觉得 哇 那两个意见怎么办 用钱有两个意见 买房子两个意见 后来我就想说 算了 听她的好了 这样家庭就好了 虽然我都听我太太的 但是我心里觉得很压抑啊 我为什么都要听她的 但是不听她的就是吵架 好吧 那就忍吧 但是忍久以后也受不了 所以晚上要跑去喝喝酒 解闷 找一个不会跟我吵架的女人聊天 这就是男人了 不能干嘛 因为我在家里就是这样啊 哎呦 很憋哦 对不对 因为我不想要吵架 这是我的原则 我也不想骂小孩子 那因为我认为家 就是不要有这种暴力啊 吵架啊 不高兴啊 那我就会压抑 但是 这也不能解脱啊 到后来我了解佛法了 什么叫出家 出离爱情 感情 金钱 地位的占有 不要想要去改变她 放下 那 那你就自由了 但是我的太太不会放下 那好吧 那你就抓着吧 所以我出家她当然很痛苦啊 你不要离开我 哎呦 问题就来了 连我要放下都不行啊 所以 当然我并不是说 一定要离开 如果你的内心里面 能够完全的正的所谓空性 打你 骂你 你都不会怎么样 那你出不出家对你不重要了 因为 没意义了嘛 出家就是因为 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啊 然后我们先放下 但是出家究竟的意义 也并不是说我讨厌我太太 我只跟我太太说 当然我在家里 你们对我那么好 不愁穿 不愁吃 只要我在你们身边里面就快乐 但是呢 这个世间还有很多很苦的人 就像各位 你们来干嘛 很苦啊 所以呢 我要把我知道的佛法 以及我净化自己的方法 佛陀的方法 去告诉别人 让别人也能够出离痛苦 進一步呢 也能够帮助别人出离痛苦 但是 所有的痛苦 来自一个字 念一下 一起念 我 以后不要再讲我这个字了 我的父亲 我的孩子 我的事业 我的爱情 我的生命 所有的痛苦就是来自于这个我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错觉 认为这个自我 是永恒存在的 所以我要保护这个我跟我所爱的 我的国家 我的宗教 我的思想 我的面子 所以你长得比较丑你就觉得很自卑 这个我被伤害了 你长得比较漂亮 比较帅 很有钱 你就很骄傲 哎呀 我这个我 我要凸显我这个我有钱 比喻来讲好了 一个女孩子穿着高跟鞋 看起来很好看 事实上是很痛苦的 男生你穿穿看 要命喔 真的要命啊 但是又没办法 这样看起来身材好一点啊 所以 这个就是一种痛苦 但是各位如果你要解脱 刚刚讲的两个方法 把这个我消除掉 认识它 什么叫修行 当我在贪心的时候 我知道 当我在生气的时候 我知道 然后这个贪心生气 会伤害别人 而且这个贪心生气 是不好的 是起心动念的 而且这个贪心生气 不是真正的我 是因为我被环境影响了 起心动念的 真正的快乐 念一下 涅槃寂静 什么叫涅槃寂静 就是 不起贪嗔痴了 完全接受了 大乘佛教叫什么 念一下 安住空性 空不是没有啊 镜子 各位看镜子 镜子里面有 所有你看到的东西 但里面的东西是真的 还是假的 假的 镜子没有分别 照到鬼 照到佛 照到漂亮 照到丑的 镜子都会照到 但是镜子为什么 这么样干净清楚呢 因为它没有分别去了解它 而且它知道 它只是一个 影像假的 虚幻的存在 就像各位 就像各位 现在我们坐在这边 要坐两三个钟头啊 但是你知道 它只是一个暂时的 对不对 暂时的 所以你不会执着 这个地方 你的目的 来这边 就是要来听佛法 点灯 消灾 拔肚 这是我们的目的 不是要来站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的 站了这个椅子 没有这个想法 目的你很清楚 所以你就知道 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组合 所以 那目的 我们是要找到佛法的精髓 我们能够有一个解脱的心态 智慧的心态 那各位 如果你要快乐 从今天开始要 开始这么做 念一下 自敬其意 对 不要让自己起心动念 当你讲话是生气的时候 你就不要讲 因为你会伤害你自己 也会伤害别人 一个女孩子会得乳癌 她就是气 然后呢压抑 所以对她先生不满 对谁不满 再加上她过去一个夜 所以她乳癌就来了 男生就会得肺病肺癌 因为压抑 如果你腰很不好 经常在腰痛 因为你压力太大 我要成功 我要赚钱 我要盖庙 但是超过你的范围 超过你的范围 那你变成有压力 所以再加上你过去斩树啊 或者过去喜欢吃鰻鱼啊 斩掉别人的腰啊 然后现在你起心动念 然后你的腰就开始痛了 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 因为你起心动念 那这个身体就给你讯好了 你现在赚钱 事业不好 事业不好 一直想要赚钱 一直想要赚钱 那因为你贪心 赚钱要不失的 所以你现在要赚钱 每天在那边万贪不好 一直在那边想脑筋 怎么有钱 那你要去创造因 因为我的心比较贪 比较自我 所以我应该去老人院 去孤儿院 去帮助他们 现在天气很热 走到哪里 布斯甘露水啊 我觉得马来西亚乌鸦很多耶 鸟很多耶 所以各位可以买一些 吐司面包啊 早上我们从新山来 昨天买了好几条 乌鸦一下就吃完了 对不对 其他的鸟也来吃 你又开始去做一些 帮助别人 帮助众生的事情 然后付出一点点 你会发觉 现在赚钱了 因为你没有福报 怎么赚钱呢 你还不如把自私的脑筋 变成一种 一种布斯的脑筋 我如何去帮别人 那你就知道 佛陀讲了 心创造一切 所以 但是问题又讲回来 有钱要干嘛 有钱不过是生活方便 感受比较有钱而已 有钱要干嘛 有钱也不能 不要生病 不要老病死 但是很多人 就一直想的 我要钱 我要钱 但是他们也想 你要有钱要干嘛 现在很多人结婚 我要生小孩 为什么要生小孩 面子问题 大家都生小孩 我要有个家 家要有小孩 阿公阿嬤说 我也要有小孩 为什么要有小孩 不知道 生一个死一个 生一个苦一个 这个世界不是好玩的 哪有人 关在监狱里面 生小孩 大家都想要出狱 所以 如果你懂佛法 你就想说 生小孩要干嘛 除非 他要来出家 他要来解脱痛苦 你把他生下来 你要养他 他也很痛苦 要读书 不然没钱赚 要找工作 要买房子 你生小孩要干嘛 所以你去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 现在人已经不思考了 生小孩我就要爱他 我能够爱 我每天抱着他 然后以后 我要为他烦恼一辈子 我好爽 烦到死 就像 有些人说 师傅我不要养狗 我说你不要 为什么不要养狗 狗比我短命阿 他死了我伤心阿 我说你这个聪明 那你不要养狗 你又怎么要生小孩 他可能比我长寿 我说不一定阿 就算比你长寿 那你不是虐待人吗 你慢慢死 他慢慢死 所以有时候各位要 佛教告诉我们要有智慧 不然你就是愚痴 念一下白生白死 被痛 白痛一场 白忙一场 所以佛教要我们有一个 有意义的生命 这个有意义的生命 不要再买房子了 不要再买土地了 不要再搞大事业了 有意义吗 名字呢 我是麻婆首富 我的庙很大 我的家很大 我的车子很多 好了 给你八只脚好了 人家两只嘛 你八只脚嘛 但是人就是希望 赢过别人 那这个就是一种 不好的心态 这个叫傲慢 这个叫嫉妒 计较 比赛 那这个会让你生命 非常痛苦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视线给我们看 他出家了 人家多羡慕他 对不对 长得帅 将来做皇帝 国王对他这么好 太太也这么好 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那为什么要出家 那各位要去思维 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佛教徒 那是我们累世的福报 那成为佛教徒 目的要干嘛 那就是要按照佛陀的 心态 方法 来过生活 那才会快乐 那我们为什么要接近出家人 因为这个出家人在修行 那我想要从这个出家人修行上 离开 得到那种 离苦得乐的方法 而不是每个出家人都是修行人 很多人还是会出家了 出家 出家 没钱正好出家 也有人这种心态 甚至他用一个不健康的心态来出家 也有很多的 所以带炼珠的人不见得每个都在修行 师父也会骂人 师父也会生气 奇怪 师父你为什么会生气 师父你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了吗 那代表 因为师父没修行 有修行是自在的 所以每个人愿意出家我们都随喜 但是有修行人就不多了 但是在家虽然没出家 有修行人也很多 因为他了解佛法 所以我想各位要 既然大家有机会 愿意来研究佛法 那我们要了解这个意义 佛法对自己的意义在哪里 随时保持平静 今天事情发生了 身体生病了 儿子去急诊处了 你还是保持平静的去帮助他 佛法是要让你不要起妄念 不好的念头 烦恼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 烦恼让我们痛苦 这个世间 会有生死轮回的痛苦 是由烦恼来的 等一下 因为烦恼 所以造业 因为造业 所以轮回痛苦 所有的痛苦来自于烦恼 烦恼的根源 就是我直 无名 你觉得有一个我这个东西存在 然后不了解因缘果报的关系 不了解 爱情的真相 为什么要去追求爱情 为什么要去追求成功 不了解生死轮回的道理 它这些都会让你非常痛苦 所以各位佛教的信仰必须要有智慧 你要去想为什么我要学佛 甚至有些人找我师父我要出家 我都问他 你为什么要出家 你为什么要出家 出家目的要做什么 如果你不了解你出家烦烦恼恼 爱东爱西 爱钱爱人 这些大条 然后你就会利用佛教 然后就麻烦了 所以我想各位佛教要你认识自己 所以自己本来是清清静静的 但是当你有欲望想要干嘛 痛苦就来了 我们的本性跟佛的本性都一样 都有空性 都有佛性 但是因为你有分别心 起心动念 当然我们现在讲佛性还搞不清楚 什么叫佛性 但是离开贪嗔痴 傲慢嫉妒 这个我的各种观念 那你就看到佛性了 佛性本来就在那边 就像你把这个水加了油加了盐 然后呢它就混浊了 你只要把这个盐啊油啊糖啊拿起来 水就干净了 那就是清净快乐 所以那如果你不清净快乐 那你就会贪嗔痴 计较嫉妒生气 那你就造业了 造业以后 你身体就不舒服了 事情就不顺了 开始感觉到痛苦了 所以人跟人之间相处 你可能会怪对方 那事实上你要怪自己 佛教教 业感 因为你的心态行为 就会遭感 什么人生什么小孩 那各位会生在麻坡 各位会生在澳洲 各位会生在非洲 那都是有他的一眼感召的 而不是你自愿的 但是你要接受 这个因果黑人白人都有佛性 有钱人没钱人都有佛性 佛性跟你外表跟你财富 没有关系 跟你是动物是神没有关系 你成为神那是一种善业 你成为鬼那是一种贪心的恶业 这样而已 所以佛教要我们多念心经 心经讲的是空 然后你去了解 眼耳鼻舌生意 那这些只是一个 一个暂时存在的 那再加上它的分别意识 所以我要去看漂亮的 那这些都不是本来的 这个是你的起心动念 所造成的 而不是你本来的 什么叫眼睛快乐 就是眼睛不会瘫 眼睛不会痛 那就快乐了 现在小朋友不快乐 现在小朋友 宝宝 手机在哪里 你不知道我要藏起来了 他要玩电动玩具 今天你女儿去买一件漂亮的衣服 你把它藏起来 他会翻眼 我明天要约会了 我那件衣服呢 所以 因为他已经开始迷思了 他认为这个漂亮 然后跟我喜欢的男人在一起 我才会快乐 那不是快乐 那叫吸毒 对不对 就像男人在抽烟喝酒 女人觉得那个是快乐 那是你在吸毒 你在满足你的欲望 所以我想做董事长 做会长 做美女 做有钱人 那个都是无名 那不是快乐 为了做这个会长 拼得要死 拼得要腰回去 这样 因为你去攀缘了 他站在一个不一样的方向 他就要有不一样的缘 这样而已 那不是真理 所以我们出家人叫方外 方外人士是超越对立 超越对立你就没有痛苦 不然的话 你希望这边赢 你希望这边输 你永远在痛苦里面 现代人就是很关心社会 每天在看报纸 看报纸 你希望你支持的这边赢 你希望你喜欢的人赢 甚至我们现在开始有 国家观念 民主观念 宗教观念 认为我的宗教好 我的国家好 别人的好 我的不好 有这个分别 你就很痛苦 所以我刚刚讲 镜子 你的心本来像镜子一样 你可以反射一切 知道一切 却不分别一切 那叫平静 或者叫空性 空性 就是万法 对你来讲 虽然变化无穷 但是你是平等的 去对待它 看它 而且知道 它只是一个现象 镜子里面的东西 你要去拿它 它就破掉了 镜子里面只是一个幻象 我们都很清楚 很清楚 这个叫智慧 这就是我们要修行的 清清楚楚了解一切 怎么把事情做好 却不分别一切 那就是我们要修的 叫禅 那各位要练习 那这个练习就要靠境界 今天有人骂你了 那你要修行 今天你要起心动念了 就像我 我有时候问我们年轻的法师 法师 看到美女会不会看 会啊 不要看第二眼 对啊 这样就好了 美女能够让你解脱吗 不行 那是欲望 钱会让你解脱吗 没有 那是欲望 赶快把这个钱拿去替它放生 没事吧 不要占有这个钱 但是如果你跟着感觉走 那就是跟着无名走 如果你跟着智慧走 不应该 对不对 不应该 现在你给我很多钱 但是 那些老人院没钱 那些雇尾院没钱的 非洲没钱的 你虽然给我很多钱 我是出家人 我要把这个钱转过去 因为 钱要用在哪里比较重要 我不能说 你红包包给我大包一点 我就对你讲话 赛难一点 客气一点 那我不是在卖东西吗 卖佛法 所以我想各位 快乐是你自己 快乐在你心里面 快乐不要往外求 快乐不需要别人给你 这一点你要告诉你自己 如果你会烦恼 那是因为你往外求 你希望老公对你好 你希望太太讲话跟你客气 你希望儿子听你的 那你就不会快乐 儿子不是听我们的 儿子是能够修行佛法 他就快乐 那如何让儿子修行佛法 那我 我好好的修学佛法 断恶修缮 谦虚 不生气 我儿子就会被我影响 这个佛教叫感化 感化对方 而不是教训对方 如果你认为你是爸爸妈妈 你可以跟你儿子讲话很不客气 那你教育方法错了 你这个儿子将来 对你的孙子讲话会更凶 如果他有钱了以后 完蛋了 他的职员会被他骂到天亮 那这个爱骂人的人 以后声音就很难听 可能会高血牙 因为你养成你儿子这种个性 所以他生下来有他前世的个性 也有他现世的环境 那前世的个性 我们要代替他忏悔业障 对不对 多点灯啊 现世的因缘 那你要感化他 用环境影响他 你笑对方就笑 你骂对方就难过 你可以主宰他 所以我想心很重要 如果你这个人很善良 每个人看到你就会被你影响 很喜欢你 对不对 因为你很善良 你这个人讲话 不但心善良 讲话很客气 还要别人就喜欢跟你讲话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佛教除了自己的进化 还要变成什么 念一下 影响别人 改造环境 所以这是佛法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一起 为什么来这边 为什么来这边 我们大家要来对 整个世界慈悲啊 希望 不要有车祸 希望老人都健康 希望大家都发财 希望风调雨顺 希望六道众生都能够离苦 所以大家一起来慈悲 但是你为了要帮助众生 你一定要净化自己 如果你自己心里乱 你怎么去对外面的人或是慈悲呢 不可能 所以现在隔西他们的修法 什么叫修法 什么都不能想 按照经文 现在修八大祈愿 他们要显现成佛菩萨的形象 心态语言一直念一直念这样而已 他没有别的想法 而且每一个都要念 就像各位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你要想你变成阿弥陀佛 现在这边是极乐世界 你是阿弥陀佛的心 希望大家脱离轮回 往生净土将来成佛 利益众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就是念佛 也因为这样产生了力量 让你消业障 让你断烦恼 让往生者去极乐世界 让活的人增加福报 因为那时候你没有杂念 你知道吗 你没有杂念 但是话讲回来 如果你有杂念 喔 哇 这些贪大条的 要开桌 喔 这些贪座 欢喜 你是为了钱在看 你为了自私的动机 我那一部Benz贷款还没还完 这样 我现在多看几个重病了 啊 这些好啊 那 那被你看病人还真倒霉啊 加持力 而且呢 你的动机 所以你就变成有牙力 所以我付出是有代价的 那这样你做医生也不快乐啊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有求皆苦 自私的动机都是痛苦的 唯有慈悲才快乐 所以念佛意思是说 我现在变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大家叫念佛人 想要帮助别人 所以叫菩萨 那我们时时刻刻要保持念佛的心态 我是念观音菩萨的 所以我要慈悲 又有智慧 按照心经的空性 按照普门品的慈悲 去帮助别人 因为我是拜观音菩萨的 如果我不离开观音菩萨的身口意 我自己就很清静 而且我就有观音菩萨的千手千眼 去无分别的去救苦救难 那我的生命很有意义 所以虽然外表很痛苦 你现在要去扫地 要去忘阿婆 要去照顾病人 但是那就是观音菩萨在做的啊 但是我内心很平静 为什么 无所求 无所求的去照顾对方 就像各位 你爱你的妈妈 你妈妈生病了 你可能会赶快请假照顾妈妈 但是你还是会痛苦 为什么 因为你有感情 妈妈对你那么好 她现在生病 你心里会痛 这样你也会 效率就会减低 你照顾妈妈要达到最圆满的效率 你要用观音菩萨的心 而不是用女儿的心 虽然我是妈妈的女儿 我要报恩 但是我在照顾她的时候 我要用要是佛的心来照顾她 不能用女儿的心来照顾她 不然你会很烦 你会很怕 所以你会太过脆弱 你不知道怎么办 简单的比喻啦 就像今天有个小孩子 突然被车撞了 他妈啊 哭啊 他怕她死 你看 他完全帮不了她 他只是在那边啊 这样 因为她乱掉了 她感情上控制不了 她帮她的能力都没有 反正护士很安定 没死啦 对不对 因为护士很安定 赶快帮她止血 赶快帮她打针 因为护士很安定 所以修行要怎么样 又有护士的专业 对不对 又有妈妈的爱 但是又有护士的平静心 这样就好了 所以 因为护士没有妈妈的爱 但是有妈妈的爱 加上护士的平静心 跟专业能力 那就可以依她了 但是 我们现在 只是为了 要帮助对方 你也要保持清静 所以 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来办法会 为全天下众生 为整个地球世界 求佛加持 大做功德 因为供养三宝福报 功德很大 把这个福报 给世界 给众生 然后自己呢 我为什么要供养 把自己供养给佛陀 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要学这个 为什么要跪下来 点香啊 拜拜啊 供水果啊 意思是说 我要把我最好的 都供养给佛陀 没有我 因为有这个我 就不能成佛 简单的说 我们也要学习佛陀 这种 帮助众生的能力 我今天之所以 归佛 供养佛 礼拜佛 希望将来自己也成佛 成为一个有圆满 帮助众生能力的人 所以 那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要回向给众生 你唯有回向给世界众生 不会自己啊 你才有得到成佛的功德 那个功德圆满 你才会成佛 如果各位供养是为了自己漂亮 为了自己发财 事物也有福报了 那这个福报 就像升天一样 享受完就没有了 但是 但是如果你所做的一切供养 是为了所有众生 也为了他们都能够成佛 那你这个功德永远在 你最后才可以成佛 大家现在升起了 对三宝虔诚的心 感恩的心 所以我们要祈求佛菩萨的加持 降营 我们要做最大的福报 对所有众生的悲心 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世界 所有的人类 所有的动物 所有的轮回众生 我们为他们来做供养 还有一个 也叫为自己对不起的众生 他叫冤亲在主 你过去有杀生啊 堕胎啊 前世搞不好杀人啊 你现在身上有病苦啊 那这些冤亲在主 我们以惭愧心 为他们做供养 希望他们能够离苦 所以 我们要对整个世界所有众生 生起大悲心 那为什么要供养 念一下 愿圆满佛性 圆满智慧 无所求的 只是求自己成佛 有智慧去帮助所有众生 不要求健康财富漂亮 婚姻好 不要有自私的心态 纯粹就是为了一个清净圆满 然后呢 来祈求佛菩萨的加持 来帮助众生 一个人 如果让他做皇帝 哇 他心里就觉得 好有力量 事实上各位 当你拿一支香 为所有众生 在供佛的时候 那个心态超过皇帝 百千万亿倍的力量 只是现代的人 他如果说我做皇帝 哇全世界只有我一个做皇帝 他们都做我的老百姓 我很大 那是一种骄傲的心态 所以他觉得很高兴 这是很可怕的 但是佛教就不一样 各位刚刚在供养 如果你按照我说的 我是为了六道在众生的供养 那你就是那种 那种转轮圣王的心态 了解吗 这个叫广大心 所以一个人之所以觉得他很伟大 我是个全世界最出名的歌星 我是全世界最出名的皇帝 我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 当大家都在看我的时候 哇你就觉得很舒服啊 那是哪一种烦恼啊 但是佛教叫你不但没烦恼 而且还有意义 我为众生做大供养 我为众生念阿弥陀佛 我为众生吃素 快不快乐 所以那个时候给你做皇帝 这个皇帝算什么 对不对 我们在为众生 在利益众生 那你默默的心里面非常的舒坦 不要让人家知道啊 让人家知道别人会怕你啊 你怎么这么伟大 怎么会超过皇帝呢 但是你也跟他说 你也可以 你也拿一只香这样想你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就知道了 一个修行人的心态 你叫他去做皇帝 不要 如果你叫我做马来西亚皇帝 我只有一个规定 你们都吃素 不然我不做 这样而已啊 你们都孝顺父母啊 不能搞外遇啊 不然我不做 你要我做这么痛苦的事情 那总要有个目的吧 所以我想各位 因为学佛是一个当下 当下 如果现在你正要选会长 突然现在告诉你这种心态 你不用选啊 让给别人做啊 我天天做会长啊 就像我那时候我要出家 我爸爸说 我培养从小把你培养这么大 就是要那里去干总统 你怎么跑去出家 我老爸 从小就要把我培养成皇帝总统 真的很严 我在家里很痛苦的 所以我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 我脑筋很利 我做事很认真 因为我从小被训练的 我老爸时时刻刻 让我看所有皇帝 所有总统 所有出名人 他们在干嘛 这样啊 要求我到100分 我是这样被训练的 后来我学佛了 我跟我爸爸说 我到现在还在选总统 他说你哪里在选 统自己啦 人家总统还下台 你看我下不了台啦 我不会被罢免啦 而且信徒越来越多啦 电视天天我在讲 爸爸你有没有看到啊 总统都没讲那么久 如果一般奥爱民的人 24小时都在讲麦克风 这么多人在听 他不是臭癖的要命吗 我说爸爸 这种总统你都不知道啊 他说你这个总统又没钱 那时候我跟我们爸爸说 你去外面走走看 海涛法师的爸爸 你很有风的啦 你来参加法会看看 你来参加法会 哇 海涛法师爸爸 大家都 他说哎哎哎哎 师公师公 我妈妈叫苏玛苏玛 变了变了 世界变了 我跟我爸爸说 你现在是皇帝的爸爸呢 并不是我大我小 而是说各位 今天你是佛教徒 你儿子去出家了 你快不快乐 哎呀 心情很棒 对不对 哎呀 我儿子随佛出家 哎呀 我参加法会都有面子啊 对不对 都快乐啊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这种心态 你每天都要做皇帝 好不好啊 你要供养佛 这样啊 所以你为众生在供养 你为众生在拜佛 你愿意承担 什么叫总统 老百姓这个国家 是我个人的责任 所以叫总统 只是一般人偏权利 而不偏责任 他是利用这个地位 来享受自己的权利 甚至有人贪污啊 对不对 但是 菩萨不一样 所有世界众生 都是我活得的责任 我要让他们快乐 我要让他们离苦 这个有没有比皇帝伟大 就是这种心态 你来供佛 你来诵地藏经 所以诵地藏经的时候 你就变成地藏王菩萨 你要有这个心态 你以地藏菩萨的心态行为 来诵地藏经 你准备去做地藏王菩萨 永恒的行为 叫地藏本愿 你准备用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成为你的生命 这个叫同行同愿念阿弥陀佛 这样搞清楚没有 太伟大了 所以不要来再问我 赚钱了不赚钱了 老婆跑掉了 随缘 念佛重要 诵经重要 放生重要 烟共重要 不失水重要 因为我们为众生在做 如果你是这种心态 不要求人家 人家也不要得到别人 什么异样的眼光 你要看人家 不需要 因为我已经超越有跟没有 默默地行善 默默地去利益众生 老实说 马来西亚如果有这样子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 在任何地方供佛送经 马来西亚会不会改变 这是一定的 你都知道会 那为什么你不做这个事呢 不分在家出家 你就认真这样去做吧 生病也好 没钱也好 儿子不要理你也好 随缘 因为我对待儿子很好 我并不会故意去虐待他 只是我是平等的对待 只是他们要求你 哎呀你不要吃素了 你就陪我们去看电影 你会觉得说不是不好 你们去吧 我帮你们助念 让你们快乐一点 但是呢我要把握时间修行哦 所以 当然各位也要有这种心态 所以现在我们要念这个咒 念这个咒 各位要把握这个心态 念一下 广大的菩提心 平等的大悲心 无我的佛性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不是光念这个咒是如此 念佛 诵经 任何之间都要保持这样 那这个咒就会有力量 今天你用广大愿成阿弥陀佛的菩提心 平等对众生 愿他们脱离轮回往生净土 而且一心不乱的在念阿弥陀佛 你念阿弥陀佛对方会往生净土 百分之一百 你念阿弥陀佛 多少个往生者在那边都见到阿弥陀佛 他要不要去他的事情 至少阿弥陀佛加持他 不会堕落三二岛 愿意往生的一定往生 所以我们这样默默的去殡仪馆念佛 去屠宰场念佛 这么多人走来走去为他念佛 愿他们将来都体悟这个道理 解脱不用等未来 当下开悟 当下放下 当下念佛 念出自己的佛性来生活 念出众生的佛性 让大家都去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当你在念阿弥陀佛 你是不是阿弥陀佛 与阿弥陀佛一样 所以佛说阿弥陀佛经说 你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保证成佛 为什么 不退阿弥陀佛 三秒上菩提 不退无上菩提 所以各位我们为什么要来修行 那就是每天保持这样的心态 因为会忘掉 当你去工作 当你在这个世间跑来 又忘掉了 赶快提起正念 念佛 提起正念 拜佛 像各位开车 车上的白尊佛像 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都没关系 提起正念 然后莫大悲观音菩萨 你用观音菩萨的心态行为 开车 不会去撞人的 也不会车祸的 你也把阿弥陀佛的功德 带到高速公路上去了 那不可能会有车祸的 因为观音菩萨一出现 阿弥陀佛一加持 车祸灾难都都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经典说 有五百个人坐一艘船 等一下大海的魔王要把船弄翻了 船上只要有一个人念一下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整艘船就平安了 这个有没有比皇帝还伟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乘佛教不是要各位放弃什么 提升它 提升它 把你的心变成阿弥陀佛的心 把你的行为一切都变成阿弥陀佛的行为 把你的家变成极乐世界 记住我这句话 把你的家变成极乐世界 因为你学佛了全家快乐 你懂得忍辱它 你懂得爱它 你懂得改变它 你懂得感化它 因为你身上有阿弥陀佛的力量 阿弥陀佛教十方三四第一佛 所有的佛都会融入在阿弥陀佛的功德里面 不是阿弥陀佛 只要你念药师佛是这个心态 你念本师释迦牟尼佛是这个心态 你念地藏王菩萨是这个心态 那只是个人方便 但是十方诸佛共同的力量都在你身上 只是他喜欢念度母 他喜欢念那个 那一个阿弥陀佛在家里 整个家里气氛会不会改变 各位你要开始注意 你现在开始修行了 一个要吵架的地方 一个纷纷乱乱的地方 因为你去了 气氛改变了 变得更好 代表你有修行 就像我坐在这边 天气热阿 然后我要改变这里面的气氛阿 不要让你们走掉阿 不要你在那边 蛤蛤蛤蛤蛤蛤蛤 要让你内心欢喜阿 忘了你得癌症阿 忘了你老公跑掉了 随缘阿 忘了你没钱了 随缘阿 现在做皇帝还要钱干嘛 我拿着香我就做皇帝了 我阿弥陀佛我就做皇帝了 随缘 这就是大乘佛教 不是放弃 是超越提升 当我痛苦的时候 我变成关心所有众生的痛苦 而不是排斥痛苦 当我生病的时候 我变成关心所有众生的生病 而不排斥这个病 转生病为成佛 转烦恼为菩提 这就是大乘佛教 不叫我们去改变什么 利用你的生病 利用你的烦恼 利用你的快乐 当你吹到冷气的时候 很凉快 你要观想 愿所有世界都很凉快 这样就好了 当你喝到一杯水的时候 当大家都喝到甘露 就是这样 当你坐到一部好的车子的时候 当愿大家都坐到好车 当你穿衣服的时候 当大家都穿到漂亮健康的衣服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大乘佛教叫我们 用好的吃好的都看最好的 就像极乐世界一样 为什么 当愿众生都住在极乐世界 用最好的花 吃最好的 就像我们放生 我们放生是对佛最大的供养 佛就是要众生离苦 所以呢 当我们去救命的时候 希望所有众生都像这些鱼 不要被杀 健康离苦 把这个功德给对方 所以 学佛 是当下的改变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你现在就不起贪嗔痴了 现在就不要再烦恼了 现在就要讲话 都是讲佛法的道理 心态都是用佛的悲心 那你哪有痛苦 这个放下屠刀 这个屠刀是砍杀自己的 让自己痛苦的 千万不要让自己痛苦 如果各位坐在这边 还在想说 我的男人在哪里呢 我给你一条绳子 你吊起来 你太痛苦了 你何必那么痛苦 请问阿弥陀佛有没有比你的男人帅啊 观音菩萨有没有比你的太太美啊 因为众生皆有佛性 你这么糟糕 我帮你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 因为你骂我伤害我 但是在我心中 你还是依然是阿弥陀佛 所以我没有被伤害 因为你只是暂时的被你的无名业障 而变成一个盗贼 一个坏人 那是暂时的 对我来讲 你是永远的阿弥陀佛 请问阿弥陀佛是不是这样想 你造了五逆十恶 你这辈子杀了多少人 阿弥陀佛说 没问题 来到我极乐世界 他就变阿弥陀佛 只要他相信 只要他愿意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永远不放弃我们 对阿弥陀佛而言 你准备下地狱了 没有问题 你只要念阿弥陀佛 你就OK了 因为阿弥陀佛太厉害了 他有这个圆满的佛性跟信心 来转变你 他更有圆满的功德 借你用 你现在没有功德 没关系 阿弥陀佛说 用我的功德 他的极乐世界 可以装满无一露的众生 请问极乐世界会不会客满 不可能就少你一个 那就不可能会客满的 不可能会用完极乐世界的资源的 不可能有谁有能力去破坏极乐世界的 不可能的 所以 对阿弥陀佛